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时钞去教 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这个特别是一些专业的 或者跟这件事情相关的人 人们对有关宣誓书的一些熟悉程度跟他做法 就逐渐逐渐文章就出来了 他再怎么掩盖 我昨天节目中我跟大家解释了 我说掩盖都是人的行为 你放心你会看逐渐逐渐会出现一些故事 总统记录法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没有任何人司法部他们谁都不提总统记录法 而总统记录法就在那里头 而跟总统记录法相关的现在只有五个人 除了一个现任总统 有五个还活着的 他这条法律适用地很低 现在人都自私 谁不是总统 谁也不会想那总统记录法 就变得这么愚蠢 现在人变得这么愚蠢 这篇报道在讲述 但是作为他的手法不过如此了 因为他是一拨人 就是通俄门是一拨人 掩盖亨特拜登是一拨人 现在海湖庄园还是一拨人 江开江山一改秉性难移 你放心吧 就是说那个东西他永远就能 你让他做别他不会 真的 他拉狗屎的他永远拉狗屎 说你哎 你拉狗屎的你改变像你改成猫屎成吗 哇塞那猫得改物种 咱就是狗 他叫拉狗屎 还就这个 你让他改 他改不了了 所以你看那个宣誓书被编辑的 如果熟悉这行人的人 就知道这东西是谁写的 反正你也把字弄出来 前后只要一点点能搭上 就看他怎么删了 很多真正厉害的人知道 有些东西删不了 改不了 你改完 他就这么一看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基本上就故事就有了 因为写文章的方式方法 陈述的方法他改不了 FBI的人跟司法部的人 能写这些东西能有几个 能有几个呀 对不对 那奥巴马夺贼呀 他花钱 他也不 他也得控制极少数人手里头 花那么多钱 控制那么多人 他控制不了 每个人架码要码不同 对不对 当然了你买饺子的还有不同价格的 你以为都是饺子就一杆都打死了 不会的不可能的 所以真正里头去干这种事情的人 就他司法部跟他FBI 手指都能数上 手指都肯定能数上 所以我们昨天前天节目中 一旦引用了那一份 就司法调查那篇文章 里面就谈到一个人 其实就干这个 所以他真正仰仗 花钱买的 买的票局 买的票货 买的肉票 就那么一两个 肉票到处发 类似你王八高的 不可能的 真的 绝对不可能 所以 他这个行业里面的人 肯定知道 而写这篇东西的人 绝不是新手 一定是老手 他一定留下自己的痕迹 方式方法 瞎掰着 两篇报道 这篇报道 他就提到说 他的他的整个宣誓书 是靠媒体写的 而靠媒体写的 就当初跟通俄门的 那个故事是一样的 他靠什么媒体写 我跟大家解释了 他引用了 他引用了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的 电视台的 说有两辆卡车 拉着东西进去 拉着东西出来 那演电影呢 所以这篇报道就提出来 这是Just News就提出来 他说你如果按照媒体这么写的话 当初通俄门 就是这么写的 斯蒂尔档案也是这么写的 当时他们是为了 能够改变 就是说不去把矛盾 放在斯蒂尔身上 而是更多的引用了 斯蒂尔的档案出来之后 被媒体报道的时候 他去引用媒体 媒体爱怎么胡说 怎么胡说 这是今天的 国家执法机构 那这次又引用了媒体 但是他用了一正一反 所以望海湖庄园 2021年1月18号 我们节目中注意到 我说其实你注意到 他用的是 哥伦比亚公司的这个报道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用了布兰巴特 布兰巴特呢 是极右的媒体 是非常非常支持川普的 他就引用了布兰巴特里面 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呢 在这个报道当中的一篇报道 就是文章当中一篇报道 川普的顾问叫做卡什帕特尔 卡什帕特尔呢 是非常有来处的 原来的国防部的副部长 原来的国防部的参部长 那后来成为川普的贴身的 前任检察官 联邦检察官 成为川普的助理 那是卡什帕特尔作证 说川普讲了 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 凡是拿出白宫的 都等同解密 就是卡什帕特尔讲的 所以他在 在这篇宣誓书里面 就引用了卡什帕特尔 在五月份的 布兰巴特的一段对话当中 他认为 他不相信海湖庄园发现 并退回国家答案 或记录答案 整个答案被归类了 就引用了他这句话 那引用了他这句话呢 是作为反证 在反证当中呢 可能FBI弄不了 川普想弄他 威胁他 这个做法 就类似通俄门时的佩奇 通俄门时的佩奇 第一个被弄的 那是被侮辱的 是完全被欺诈的 是以这样的方式 在通俄门的方式当中 抓了佩奇 然后引发出其他罪名 就是钓鱼了 那结果他就 帕特尔的这个文章 就这么给引用了 引用里面呢 帕特尔就提到说 他完全是作为一种误导的方式 就是把 这是NARA代表国家答案局 他说国家答案局的 引用了国家答案局的误导性的报道 就变成了国家答案局 在跟踪前美国总统川普 跟踪他向提供的所谓的机密材料等等诸入 这个手法就有点类似 斯蒂尔长 一切是猜测的 一切是推断的 搜查的一切是可能的 但是这里面就出了 就我们说这个帕特尔 那帕特尔就急了 帕特尔昨天发表声明 谴责司法部在公布的宣示书当中 把他的名字给泡露出来 他把其他名字都给盖了 然后只披露了一个帕特尔的名字 那披露帕特尔的名字 会让人感觉帕特尔本身就是 是川普总统的 在整个这一次的事情过程中的 一个中间的参与者 就是偷窃答案 占有答案的参见者 有点这意思 这是司法部 你要掩盖名字 就把名字都掩盖 他已经把宣示书 披露宣示书当成攻击川普 就是重造另外一个通俄门的故事 有点这个含义 通俄门的故事 就是川普一直到班农的 最后几乎所有川普的支持者 他的幕僚都被 以各种礼物被抓被判刑 这也真是麻烦 这里面他就讲述这个故事 那帕特尔就不干了 帕特尔说 你把我名字给弄出来 你别人 你弄这事 所以就直接提出了一种抗议 提出抗议 这个抗议 当然这跟法官有关 所以我解释过 这个法官是非常歹毒的 非常不怎么样 这就是人的歹毒 就是人怎么样都可以 有脾气 都不是问题 但人不能坏 这个法官是少有的坏 就是他的操守做法 你一看就是坏 真的 所以我们川普的做法 就有点类似北京胡同 我大嘴我抽你就完了 人家不这样 我讲的比较通俗 为什么川普跟普京之间的故事 普京打穆克兰 就这意思 我大嘴我抽你 我才不管那个 然后呢 然后你制裁制裁 对吧 你制裁制裁 德国人现在冬天要烧柴 很多正义是狗屁 没有道德上的正义 你就是个欺诈者 你是个十足的骗子 没有道德的约束 当你讲正义的时候 是你为了战友 有一个算一个 有人说涛哥你不能诅咒法律 有道德的人是不需要法律的 永远念法律的是监狱 结果现在律师成了这行人 干嘛一群骗的 一群骗的才 真的 他其实代表 曹哥你看你打这么多人 他代表着人类的堕落 不代表任何东西 整个人类社会的堕落 你不上教堂吗 你明天去教堂吗 教堂不是就讲大审判吗 那审判什么呀 审判什么呀 以什么作为审判的基准呢 说神说的话 神说的话你听懂吗 有人说涛哥你这话讲 神说的话你百分之百听懂了 你就是神 你想想吧 神说的话你百分之百听懂了 你就是神 说我们按神指的路 按神指的一条路你怎么走 你走的路跟另外那个路肯定不一样 跟你兄弟之间走的路肯定不一样 早点吃的不同 上厕所时间不同 说涛哥这没什么关系 我讲的是你的生命的独立性 你的生命的独立性带有生命的尊严 所以这你现在在强调法律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一切法律展现都是邪恶的权力 和欺诈的故事 所以我只是想用这样的故事跟朋友改变 就是要守住 人为什么讲守住道德的人是尊贵的 是尊严的尊贵的 对吧 如果你觉得还听不懂的话 就跟你讲通俗 到妓院去 无论那或者鸭子店去 无论那男人女人长得多漂亮 你不会尊重他 只会勾起你 战友的欲望和纵欲的欲望 但如果你有机会 能看七千女儿 或者天上的这东西来了 你只会尊重他 你到梵蒂冈 你到巴黎的 任何文艺复兴时期留下的塑像 那女人上身全光着的 有多少人面对那样东西 不是一种欣赏 而是一种忠欲呢 说你想干点什么吗 有 北大教授姓孔的去下起手了 他攥着就不撒手了 没跟你说 连牲口都侮辱 连牲口都侮辱啊 对吧 那个 那是身体的美 那是跟神 人的身体是神造 有道德 有尊严的人 可以从中看到 神性留给人的那一份绝妙 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时候 就手就实在是 手指的发硬 我讲的是一个道理 我只是说这么个道理而已 那卡什昨天就去抨击了司法部 说你把别的名字都毁了 你只留个我的名字 那这是讲宣誓书了 他的名字在上头 目的是为了攻击他 肯定肯定 这是塑造第二份 同俄门的文件 所以里面就讲述了 这份文章 那帕特是前国防部的参谋长 在这个真相社会媒体上说 今天标志着司法部 FBI的又一次恶毒的攻击 故意威胁我的安全 在美国历史上 审查最多的搜查 就掩盖审查最多的搜查令中 却没有去 却故意暴露我的名字 而把其他名字都给删掉 我觉得 什么 这些老家伙 这些老家伙干的这活 干这活 真不咋提 就说 就刚才我说的意思 奥瓦马呢 惊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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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兰呢 疯了 FBI傻了 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情 就是你这么去对比 你就写文章就会写对比法 对不对 用对比的方式 所以就是一个人写的 你为了栽赃别人去 这个作文 做文 风格都不改 同样的FBI 一直在调查 因政府黑帮分子 毫无根据的政治过渡 和对政治复仇贪婪的一切 对我发出了死亡威胁 而这一次 再一次威胁我的安全 我 国家前 国家安全检察官 国防部副部长 国防部参谋长 通俄门首席调查员 我们继续努力 去进行调查 而生命是宝贵的 这些歹徒们被正式通知 就说 要去攻击他 而帕特讲说 川普拥有广泛的 这个解密答案的权利 他在边上 整个这故事 你就知道 塑造了一个 再次的通俄门的故事 依靠了媒体 然后去打击川普 最贴身的助手 以这样的方式 江山一改 秉性难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